之後呢 它的那個街道是更小了 那我們會在一個地方下車之後 我們會走到那個本鴻宮 我們去參觀它的那個正面拍照 那拍完照呢 我們就要離開 原路離開 因為這裡非常的亂 那我們講一下那個這個本鴻宮 它在那個之前呢 這個區域呢 它之前 它是屬於橫河流域的一個地區 那它這個地區呢 很多 在早期就已經很多人來經商了 那有像 它的那個歐洲人 像葡萄牙 西班牙 或是法國都有來到這裡 荷蘭也有來到這裡 那他們在這裡經商的時候呢 他們這裡 當時 所有有一種東西很特別 叫做那個 叫Musti這種棉籽的東西 它說這個非常的少見 它這個棉啊 在埃子找得到 他們就在早期包裹那些埃子商 不滿意的時候 它這個布 對 它說這種棉 最好的生存在現階 是現在都很難找到的 對 波斯 它就是一個當地的大地主有錢人 來到這裡 經商 同時呢 它的家族啊 在這裡就蓋了這個粉 所謂的粉紅宮 那它經商的對象啊 有法國 有葡萄牙人 有其他的歐洲來的國家的人 那最後這個經商的這個過程 之後呢 被法國商人買下來了 那買下來之後 這個法國商人在這裡啊 就把它類似擴建 改建 那看它就變成一個皇宮型態的社會 所以賣渣 所以賣渣 這也是賣渣 先這樣就這樣了 你們怎麼這麼來啊 你們不要再進去吧 不會再這樣收拾吧 你跟這樣吃嗎 好啦 啊爹 爹 爹爹會高壓呢 早餐 好,最多的 我上次 好,堂 R.K. 你是好,堂 中文字幕志愿者 剩下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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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